大家用入眼帘的这一个小角落呢 是我们就是说扔花的一个角落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花扔到这儿 活不活不活呢 我们就准备扔掉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很惊喜的是在这边 这个东西呢叫鸭枝草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呢 就叫主要清智调来 很多的花友呢 也都买过这种东西 老用花友说这么养不好 您看到了吗 扔到地上它就可以活 它就是一种野草的一个存在 非常的皮脂好样 很多的花友养不活都是浇水浇死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要么就是汗死的 你看我们这边的话 地上本身是很潮 因为我们这个大棚呢 经常会撕一些个肥料啊 这个砖缝里面会有碳量的一个肥力 您可以看到 很多的野草不断地从砖缝里面冒出来 而它呢就扑伏着生长 成了它的一个王国 给大家揪一份起来看看 都已经长到那么长了 看这个根系 本身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简单的牵插了几根有的 就长成那么长 很多的花友还嫌养不好 不是说 你养不好 是很简单 咱们只是说没掌握住技巧 就像大自然里面 任何的一个生物呢 都是具备一种野生的能力的 而咱们更多的人要做的一个东西呢 不是你去养它 而是你去给它解决好环境问题 给它克服一些外观的条件 其他的时候呢 交给植物 就像老话说的 近人是听天命 对啊 你就养花同样的一个道理 喜欢光照的 您只需要给出光照 喜欢浇水的 您适当的别让它汗过头 那么喜欢松松透气土壤的 您尽量的就不要用一些大泥土 对吧 喜欢温度高一些的 您尽量不要让它受冻 喜欢空气潮湿的 你就可以模拟一个小小的温室大棚 不行套个塑料袋 喜欢肥料的呢 您就定期的试一些肥料 那还有什么难的呢 养花不就这么简单吗 扔地上都能活 到你家不能活 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原因吗 关心择乱 对吧 希望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在家里面的时候 闲着没事 你不要总是给花浇水 好吧 没事的时候 你多去了解一个花的习性 多去了解一个脾气 就像跟自己的爱人 也是一个道理 你没事的时候 都揣摩他的一个心情 而不是那种 天天没事的时候 跟他吵架呀 希望大家呢 夫妻关系越来越好 当然了 单身狗的话 在下边哭会吧 汪一声让我听出来 我吵架最难演 咱们现在演不演不演不演 白了 白了 白了